Hello同学们 我们回来了 那30章还有一道题 这是我们2018年的计算分析题 仅此而已 考过这么一道技术飞题 但是这道技术飞题也不难 你自己看一看 真的你要从头到尾跟我听下来了 这题拿不了满分 拿一半完全有可能 来 说假单位为事业单位 其涉体财政拨款收制业务 均通过财政授权方式来进行结算 那么17年度 讲事业单位发生的有关经济业务下 这里有1234个业务 那除了上述资料外 不考虑其他技术 要求第一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假单位 17年度和18年度 与预算会计相关的会计分入 无需编制年末结账的会计分入 它直接让你编预算会计分入 然后接下来看第二 说根据资料二 编制假单位与财务会计相关的会计分入 编财务会计的 第三 分别按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计算 假单位17年 应确认收入的金额 来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接下来看资料一 17年3月15日 假单位根据经部门批准的预算和用款计划 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2000万元 4月8日财政部门审格后以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达了1800万元用款计划 4月10日 假单位收到了银行转来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 就这一天做账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他让我们编预算会计 那咱就先编预算会计 预算会计怎么变 给钱了吗 那就借资金结纯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所以很简单 借资金结纯 二例明细考试不需要你写 1800给1800嘛 然后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是吧 就是资料一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资料 没啥难度吧 对不对 没有什么难度 再来看资料 17年5月5日 假单位接受其他事业单位无偿调入物资一批 根据调出方提供的相关凭证 那么该批物资在调出方的账面价值为300万元 假单位验收合格后验收入库 物资调出调入过程中 假单位以银行存款支付的运费20万元 那如果是预算会计 各位你只是花了这20万 我把这20万做了就行了 进其他支出 对吧 借其他支出 带资金结纯 20万 那第二个经地物呢 它还让我们编财务会计 如果是财务会计 那你路上应该是320万 这是什么 固定资产吧 是吧 物资一批 物资一批的话 这应该是 不是固定资产 是物资啊 那是库存物品 是吧 那应该是借库存物品 库存物品 这应该是 库存物品应该是320万 300万 就是以这个金额为路上 应该是300万 然后贷 银行存款是20万 差个是 无偿 吊波 净资产 应该是280万 我们看看对不对 这个预算块 这个没问题啊 借其他支出20 带资金结纯20 然后再来看 财务会计 借库存物品300 是300万 然后带银行存款20 带无偿 吊波 净资产 应该是280 我们接下来看 第三个资料 一期年度 假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 发放的人员工资 应该是600万 兼贴250 奖金100万 代扣课税30万 令支付其他相关费用800万 那你算一算 这一共加一块多少 来 你算一下 600加250 这是850 850再加上100 这是950万 然后再加上800万 1750 就这个你别加 这30万是扣缴的课税 这个你不能加 所以应该是1750万 有同学把这30万加的疯了 这30万你加这个基础 让我们看下扣的 明白了吗 所以这块应该是把它进到事业支出 因为这是个事业单位嘛 所以预算快递应该是 借事业支出1750 带资金结准1750 那看对不对 那借事业支出1750 带资金结准1750 第四 17年12月31日 甲单位经理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核对无误之后 将50万元零预额账户用行额度预注销 这个是已经下发没有用了的 所以要把这个零预额账户用行额度给它注销掉 然后另外 17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 大于零预额账户用行额度下达数 未下达指标却是200万 就比如说你申请了1800万 但没给你下这么多 只下了1600差200 然后给你下1600 你只花了1550 还差50 所以这些都是 这50万借资金结准 贷资金结准 在预算快点上不用写明细 不用写明细 而这200万 应该是借资金结准 贷财政部款 预算收入200万 我们看对不对 你看 第一个这两个都是资金结准 考试20明细不想写 因为他没有要求 所以不写 然后借资金结准 贷资金结准 预算是200万 各位这是财政授权支付 他没有让你去编 我们看一看 这个有没有 假如说到这截止就完了 但是他下年他恢复了 他把上年这50万额度 和这200万没有下达都给了 所以这250万要做反向处理 那也是借资金结准 贷资金结准 250万 你看是不是 借资金结准 贷资金结准 250万 明细不需要写的 考试不需要写明细的 行了呗 然后最后一问 他让我们算一下 这个预算快递和财务快递 各自的收入是多少 你找找收入呗 这一个200 预算的 这一个1800 那加2000呗 对吧 加一块2000 那财务快递呢 一样 也是2000 所以加在一起都是2000 看是不是 财务快递2000 预算快递也是2000 行了 这个题 各位 咱拿不了满分 是吧 拿一半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拿一半分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各位同学到此 接时 我们就把整个教材30章的内容 全部给大家介绍结束了 傻话 傻话 我这个今天没准备道具 准备道具傻话 哎呀 不容易啊 从我们几月份 3月8号开始 我第一堂课 今天是6月13号 3月8号 4 5 6 三个月时间 跟大家不说是朝夕相处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 不容易 不容易 咱学完了 但学完可是学完 这本书咱学完了 是吧 往后翻一翻来 往后翻一翻 这本书咱学完往后翻一翻 翻到最后一页吗 你看看有没有惊喜在 有没有惊喜在 各位 看最后一页 我给大家写了一句话 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同学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30章的内容你顺利拿下了 但是你的复习并没有结束 请再坚持一下 让我们一起飞跃吧 所以我们7月初开始 要给大家介绍飞跃计划了 飞跃计划这个书 大家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收到啊 这本书不算那个 快递分落大权啊 应该是160多页 我记得 不算快递分落大权 159页 不算快递分落大权 是159页 算上分落大权 是193页 所以我们把官方叫来应该是 这个750页 108.3万字 我给它浓缩了啊 浓缩成我们这个99G 99G多少字 我看看 这有字数统计吗 33万字 把100多万字 我给它浓缩成33万字啊 这个小丝瓜 谁让你下这个预告了 还飞跃见 飞你个头 谁让你下这个预告了 我说下课了吗 我刚上课我就下课呀 你还飞跃见 对对 撤掉 跟大家聊一会儿吧 我也不讲什么知识了 咱聊10分20分的 行不行 聊一聊吧 大家不容易 有什么意见 大家都可以提 这个用郭德纲先生的话说 听不听是我的事 但提不提是你的事 你可以提 是吧 你可以提提意见吗 有什么意见吗 睡不着啊 睡不着的话 你就听这个政府会计这张 你就能睡着了 你就能睡着了 合并难 合并是这样啊 合并的话 你第一遍学确实有难度 特别是涉及到特定交易那块 合并报本特殊交易 增资啊减资啊 这些特殊交易确实有难度 但是呢 还好各位同学 其实在这个99级当中 应该是在60 我看看应该是50几级啊 57级 有个特殊交易的总结 57级啊 如果你手头有的话 97级98级99级 这个我给大家做了个总结 浓缩 进一步浓缩了 所以讲飞跃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 一堂课都不能缺 尽量听直播 一堂课都不能缺啊 嗯 前面忘了 前面忘了的话还好啊 你比如固定资产 物件资产 重货 投资性房地产 还有什么负债啊 应付资产 应付资产 进化费用啊 这些比较简单 一减就能减得回来 但有些东西你必须真的得多变复习 比如说像我们的金融工具 像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 像我们的收入 像我们的租赁 像我们的政府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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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股份支付 像我们的合并 查报本 像所得税 这些啊 你减是减不回来的 必须得不断的去重复 不断的去重复 飞越多少克时 飞越应该是30个小时 快这颗啊 应该是30个小时 只是指飞越啊 这个还不包括 我们后边还会给大家做一个中期提示 中期提示就上考场之前 我再帮你吧 我们快题是30个小时 其实这个飞越30个小时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 那大体上应该是一个月时间吧 所以大家合理的分配好时间啊 这个原来我们没有这么多 这个前两天我特殊强调了啊 争取下来我们多讲一讲啊 这个多领着大家练一练 多讲一讲 不单要讲飞越这99G 飞越必刷题 我也会选择一些题目 来给大家进行讲解的啊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放心啊 一定要放心 这个飞越就是最后冲刺阶段 一般呢 咱这么说啊 冲刺阶段10个小时 但我给你翻了几番啊 翻两番三倍了 30个小时 所以真的真的啊 时间是够用的 你想啊 我们整个这个 全程这个经济班 我今天看了一下 就100个小时 出头啊 应该是不到110 然后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又给你们讲飞越 这个确实时间是够用的啊 但前提条件 各位同学 你得去把我前面讲的 这个全程班 你自己薄了的东西 你得补一补 如果你不补的话 你又等着最后飞越 你飞不起来 是吧 你飞不起来 所以还得补一补啊 一只小可爱 我刚才说话 你没有听吧 这个飞越不是每天都直播呀 那我天天上 那别的科目不上了呀 也不能只是我天天快递上 对不对 别的科目还得上 咱六科不重复啊 六科尽量不重复 但是我们飞越 今年是两轮飞越 除了我以外 还有蒋明乐老师 他也会带着大家去飞 我们这两轮飞越不太一样 我是把99期讲完之后 再给大家讲题 而蒋老师呢 是讲一段 讲某一个字点 然后对应的去列起题目 这样的话就是 针对不同的考生的需求 有的考生是想 把整体都学完之后了 然后再去做题 我满足你 有的考生是 我分一个知识点 我就想做一个知识点的题目 讲明的老师来满足你 好不好 所以我们每一位老师 都是打心眼里的 想帮助各位考生 但是帮助也只是帮助 古人云 寿人以鱼不如寿人以鱼 是吧 最后那鱼是三点水的鱼 我教你的方法 到最后这个阶段 我不是再给你讲 具体的知识点了 我再给你去解释解释 原理不是了 我就告诉你 这东西要考 对吧 这东西考的概率很高 这东西你需要记 这东西你需要背 是吧 所以你看我那个书上 有选大背吗 对吧 选择题大题和背详的 这个知识点 都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 今年这个比较特殊 去年节课就节课了 咱们今年这个时间正好 还有 所以就跟大家去聊一聊 大家也很不容易 我也知道 有的可能工作 有的可能是这个 有孩子 确实不容易 在这里呢 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私事教育 包括对 刘仲老师和蒋明了老师的 支持 信任 鼓励和 快容易 好了 各位同学 咱们今天节课了 祝大家今年必过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3号 啥电影不重要 你该考试考试去 一看就不是贴粉 是吧 不重要了 啥电影不重要 各位同学来来来 节课评 咱今天发个微博行不行 发个微博 爱特刘老师发 来 各位同学 今年必过 好了 同学 我们飞跃见 拜拜